多加在这当中他来帮助这些寡妇 以至他在这当中 他肯定了他们 很多人受益的人 被帮助的人也非常的爱他肯定他 那我们看见 他在后面他就说 第三个是 多加还有一个 他出名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多 那是耶稣 复活生前之后门徒 来传福音门徒经历很多恩典 多加是第1个彼得为他祷告第1个 神在那当中实行 实行这个 神迹的第1件事情 我们看见多加是圣经里面说 他 他因患病而死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概 他的年龄大概有多大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 但是他 他死了之后 他们就按照这个 犹太人的规矩 就是怎么样把他请你放 放起来 那他们就是 大家都很 伤心难过 觉得在这个的里面 他怎么一下子就死了 可能这些寡妇他们会想 多加死了 那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就是在那边哭泣没有办法 但是他们就找了两个人去 请彼得来 彼得当时 也就立刻的来了 然后彼得来了之后 他们就 就跟他说 你看我们 就来怀念他说 他在的时候 他给我们做的礼仪 外遇给我们 你看做的这些 衣服服装 多么的美丽 多么的 慷慨就在诉说 纪念 怀念他这一个人 但是彼得就 就说好 你们大家都出去 现在 我来为他祷告 彼得就是从 圣灵而来的能力 他就在跪在神的面前 来呼求 来祷告 也是 凭着信心 来祷告 他就跟 他就来对这个 多加索 大比大起来 死人就睁开眼睛 坐起来 我们就看见 因着彼得的祷告 神迹其实发生了 就看见多加复活了 多加的生命再次 成为一个完全的生命 可能他复活之后 他想 这个生命是完全为主而用 就是更加的 能够来见证神 在他的一生当中 荣耀神的名 圣经里面说 因着他 他从死里的复活 在那里的人 很多人因为 看见 听见 多加从死里复活 就证明 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是复活的主 让那里的人 很多人 相信了耶稣 相信了主 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 多加愿意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神 是从一点点的小事 就好像他用 他的 针线 他的这个才干 来奉献给主 使很多人得到祝福 也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 我们的身边 可能有这些需要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怜悯 有一个爱 更多是我们愿意 说主 我们在这里 求你使用我们 因为我相信 刚我提到那个 担心妈妈 要做担心妈妈的事 绝对不是一两个人 可以就是做 但是要形成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 能够努力 能够一起来 帮助的时候 就要看见 神要借着我们 成为神迹的器皿 能够来帮助 更多的人 让我们愿意 帮助别人的时候 使神的名 被传开 神迹启示 也会发生 愿神恩戴祝福 我们每一位 Amen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